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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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妖 如果真的是你救的沐星辰 我别无怨言 就算你们在一起 我也会祝福你们 但如果 你是用了什么手段 那不好意思 我也会寸步不让的 明朝 你还是那么有自信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从今天起 我楚天遥 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 好的 你们俩 怎么了 没事 星辰 我突然有些不舒服 想先回去了 你身体还没恢复 不舒服我送你回去吧 来 好 走吧 明朝 先走了 好 继续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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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带走 是 是 走 走 走 快点 快走 走 快 走 快点 从今天起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赢流我胜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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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回来请教 天遥 你身体还没恢复 再休息一下吧 没事 我怕云长一个人忙不过来 再说我都休息好几天了 我还有几个药要陪 行 我帮你 好 大黄 厨医生 帮我照着这个方子抓一副药 行 跟我过来一下 好 云长 你快帮我看看 我肩膀受伤了 这边 这边 疼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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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点 别配错了 怎么回事 又跟谁打架了 我又不是小孩 我打什么架啊 我是 抓坏人受伤的 你这儿有没有病房 让我住几天 你这小伤 过两天就会自己好的 用不着住院 你就让我住几天吗 不行 那病房是留给重病号的 你跟没事人住什么病房啊 好 我怕以后更严重了 我住这儿更安全一点 不行 住几天吗 不行 住几天吗 住几天吗 大黄 要配好了吗 马上好 好了好了好了 来 小姐 老爷打电话来 说让你晚上回去吃饭 知道了 小姐 你怎么还不把楚天瑶给赶走啊 她干得好好的 又是医院的招牌 我干嘛要赶走她 那要留着她抢我们的新姑爷吗 这种狐狸精可留不得呀小姐 这种事有什么办法呀 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呢 都在筹备你们的婚事了 这楚天瑶横插一杠子 仗着自己对沐星辰有救命之恩 就缠着她不放 明着暗着地勾引她 这算什么闺蜜啊 我相信兽医她不是那种 朝三暮四的人 我相信她 再说 要是她有一天真的被勾引走了 不要也罢 小姐 你也太大股了吧 你对她这么好 她却恩将仇报 这种人人品有问题 留不得的 丁香 感情的事情 谁也没有办法控制 生起自然吧 可是小姐了 我跟她的事 我会解决好的 还有啊 不要在背后议论这个事情了 是 小姐 走了 啊 啊 啊 不是 不是 和你 你 不 有 有 我 是 有 有 不 你 你有病啊 饿磨些 怎么还没回去啊 你今天不是给我治病了吗 我想着怎么着也得请你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得回家 正好 我送你回家 我可以保护你 得了吧 自己都被人打成那样了 还不护我 真逗 我这怎么是被人打的呢 是我用肩膀 撞伤了坏人的手 不信你们齐飞 真的 走吧 星辰 之前你可答应过我的 你身体还没恢复就别出去了吧 我都待了这么多天了 我就想出去逛逛 走吧 这两个人好像发展挺快啊 闭嘴 关你什么事 我帮你 撒开 听话 梦子 那不是云长跟震天吗 他们是要出去玩吗 你让丁香陪你去吧 我不舒服 回去休息了 哎 星辰 星辰 气到了吧 有作用了吧 以后呢 我就当你的 职业赔气员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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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这辈子除了你 绝对不会再碰其他女人 行了吧 你才不是什么舍游的灯呢 我那叫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山 你看他 整天脚踏两只船 朝三暮四五颜六色七上八下 我十分看不起这种人 挺有文化 还整词儿了 不过 谢谢你 行了 快进去吧 鱼儿 你怎么了 你看你的脸 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是不是沐星辰欺负你了 云长 别想那么多 那外面准备给你提亲的人 都排成了队 什么样的好小伙子 你找不到啊 有机会我帮你介绍几个 干嘛非找什么沐星辰 那么个穷小子 找他干嘛呀 那个 姐 我问你个事 沐星辰是不是跟楚天瑶 在一起了 用得着你管吗 你管得倒挺多 闭嘴吧你 不是 什么都跟我没关系啊 我跟你说 你离沐星辰的小子远点 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不如瞧震天呢 沐星辰 敢瞧我的女人 远至 是 你不瞧震天瑶 楚天瑶这个姑娘不稳重啊 你可不要跟她在一起 不是妈 您听谁说的 天瑶是个好姑娘 她心地善良 又肯舍己救人 我就喜欢这样的 我 映长 你别难过了 星辰 肯定是爱你的 梅娇 你安静一下吧 好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哦 下了 小白 你还有功夫在这儿玩 平常就要不理你了 平常怎么了 好 于儿 爹 你不是让我提醒你 明天接战吗 对 德国专家团明天就要来了 我得准备一套礼服才行 导师们最注重服饰礼仪了 醒了 没事了 爹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那你好好准备啊 好 好 门锁了怎么办 那就跳进去呗 可以 谁 谁啊 谁啊 你来干嘛 想你了吗 来看看你 美肖叔 你要抛弃我 不是跟楚天阳挺好的吗 以后别来找我了 大骗子 云长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的心里只有你 至于楚天阳那边 只是因为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也从来没骗过你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我们当面说清楚 走 行了 都这么晚了 别去找他了 我告诉你啊 最后一次 不准再骗我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啊 那你还发现了 你就是没骗过你 不险和你 可以 和你 就现在去找你 挺热情的 你还是要是 你什么 你不是 我 是我 是吗 对的是我 赶紧赶紧回去睡吧啊 没啥事 回去回去 好吧 走 到了 云成 叫声 雷雅 云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欢迎你们来到云海市 平常我那好学生 好久没见了 你变得越来越漂亮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呢是来自 德国的专家团队 这位是我的导师 汉斯先生 还有我的两位同学 雷雅和大卫 警察局局长乔振天 你 哈老师 你好 你好 我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全 我叫雷雅 很高兴认识你 他们外国总一见面就亲了 这就跟咱们握手是一样的 汉斯先生 其他东西一切都安排好了 现在您可以跟我们去药厂参观一下 好的 请 这边请 这边请 他叫乔振天 是吧 真有意思 雷雅 我可提醒你啊 他这个人可花心了 真的 花心怕什么 行吧 走 汉斯教授 这就是我们的药厂 工人们都在吃药 真漂亮 好 这边都是塞药的 这些草是什么 汉斯教授 这些是中药 我们中国人治病 就靠这些药草 真是难以置信 这些草也能治病嘛 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的医学 中医吗 对 中医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其中医学的历史就有几千年 以后有机会切磋一下 太可爱了 能认识你这样的中医专家 是我们的荣幸 希望能有机会跟你们合作 没问题 我替他答应了 雷雅 你跟沐玉雅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能替他答应合作的事情 汉斯教授啊 他呢 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所以他的事 就是我们叶家的事 好 保护 祝福你们 谢谢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好了 汉斯教授 我们继续看吧 好 好 大家看看 你好 能交个朋友吗 这边坐 不不不不 云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那太好了 我出去玩玩怎么样 呃 呃 云长看到就不好了 你为什么怕云长 我是他男朋友啊 哦 云长 不是刚刚说那个家伙 是云长的男朋友吗 那个家伙是 不正视的 我是正视的 哦 云长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 这么热情大方了 哎 行了 那个 你玩吧 我是正经人 哎 你来干嘛 你没看见那个杨妞吗 那 那么主动 我怕云长吃醋 开什么玩笑 云长根本就不在乎 你跟那个杨妞在一起 行了 他俩在一起 你也没信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帮你 什么办法 回头 你来医馆找我 我让你们生命煮成熟饭 一会儿把这个给云长喝下去 帮你信小吃醋 这能行吗 不信拉倒 不好吧 快去吧 不好 这个药你拿回去 一天一粒 下个星期你再来找我复诊 嗯 好 云长 嗨 亲爱的你也在这儿啊 谁是你亲爱的 哎 雷亚你来了 云长你别误会啊 哎 雷亚走 咱们喝咖啡去 好啊 给你们尝一下这个咖啡啊 特别好喝 这可是我朋友从南洋带回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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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云长加的是什么料啊 嗯 嗯 嗯 是 奶粉 哦 奶粉 我对奶粉过敏不能喝啊 那给我吧 我要喝加奶的 好呀 我们喝啊 嗯 好 不不 这是给云长的 它过敏啊 你给人家 你给我吧 没事 求人天 求真天 我喝 我来 好喝吗 好喝 小姐 急诊室里有个病人受伤了 体验重的你赶紧去看一下吧 哦 雷亚 你先在这儿等我 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 哎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啦 是吗 你喜欢我吗 是吗 你喜欢 你要去哪儿啊 别碰我 你没事吧 亲爱的怎么了 别 别跟着我啊 不是 亲爱的 你怎么了 你别过来啊 你没事吧 我不是好人 亲爱的 我喜欢你啊 没关系 好 你没事吧 亲爱的 站住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能帮你吗 亲爱的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怎么了 不是 不是 我可以帮你的 怎么了 你快说 你不是喜欢我吗 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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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长 这 这是怎么了 我 出来 出来 出了 瞧瞧天 你做什么了 你畜生 你怎么不问 他对我做什么了 他对你 他对你的做什么 他 我 瞧瞧 瞧瞧 我先走了 转过来 是不是你给雷亚下药了 不是 是他给我 不是什么 你给我出去 快点给我滚出去 快快出去 伤风败宿 快出去 出去 云长 这怎么了 没什么 阿姚 阿姚 你怎么了 感觉你脸色不太好 哦 我可能伤还没好 先回去休息了 哎 阿姚 爹 阿姚 你怎么样 没事 没事 来 瞧天 来 你坐坐 好 来 有件事情啊 我一直瞒着你 怕你担心 所以没有告诉你 您说 我这个病啊 其实是被人下了毒 什么 谁下了毒 当年我在迷雾森林里 碰见一个神秘女人 是她给我下的毒 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怎么办 上官卿好像知道神木族的情况 上官卿 上官卿怎么会属起那里的情况 这么久了 我能看出来 他和神木族有关系 还有那个沐星辰 他也和神木族有关系 你也可以从他那里下手 我知道了 嗯 云长 我想回一趟神木族 跟我父亲说 那你的楚天遥怎么办 事不得一件一件地办吗 我回去跟我父亲说 我毁魂的事情 他肯定得大发雷霆 那楚天遥这边 他对我有恩 我也不能对他置之不理啊 再说你放心吧 我又不会辜负你 是吧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你来干吗 我来 找沐星辰有点事 什么事 我爹 病得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 我想 求你帮他去看一下 也不知道你是真孝顺还是假孝顺 是啊 你现在都把我给弄怕了 你这次安没安好心啊 未有那么坏吗 算了 病者为大 我给你去看一下吧 走了 好 原生在家等我啊 嗯